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的是沙利沃斯波浪华斯片 今天要介绍的是我们要怎么绘制出波浪华斯呢 这里可能有人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想要画一个波浪华斯 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把它绘制出来 因为它这个曲面有一个曲率的状态 我们如果从上面来看 其实它就是一个华斯的圆形 但是我们想要画成波浪状却不知道该怎么画 那这里就教导各位几个做法 那这里基本上我会教导各位三种的建模方式 以及说我们也可以用数学式来去连结 所以以后是更改参数就可以把它做出来的 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去做出来呢 那我们就去看下去了 那在绘制所有的建模之前呢 我们要先学会怎么把草图建立出来 因为等一下基本上都会用这个草图把它做出来 那这里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进入上基础面 那我们直接进入草图 那这里呢我们直接画出一个圆 那这个圆呢就是我们波浪华斯的外径 那这边呢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这边我给它的尺寸呢 假设是30 好再来呢我画一个点 那这个点呢在圆形的这个地方 那这里我们的点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把波浪华斯的波浪状给它分段 那这里呢我会做10个的复制 那10个复制呢 那分别是5个波浪往上 5个波浪往下 那所以是10个点 那这边呢我们就用 复制的方式呢 环状复制排列 我们点选了这个点 然后这边输入10 然后按下打勾把它做出来 那一开始可能是这样 是没有完全定义的 那我们就选点跟圆 让它做一个重合 然后再选择其中一个 我们只要做两次之后呢 它就完全定义了 好做完重合之后 我们确定它已经是完全定义之后 我们来结束草图 接下来我们要做出 一模一样的草图出来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上基准面呢 我们把它做一个基准面出来 偏移一个基准面 那这里呢 这个高度呢 我们就依照各位波浪华斯 它的尺寸 它的波浪状到底是多大的 这里呢 假设它是3mini 好 我全面给了举例 那是往下去偏移 好 往上偏移也可以 就看各位的需求 偏移完之后呢 我直接进入这个 平面的草图 然后选择草图1 来做一个参考图源 好 参考完之后 我们再按一次 好 因为我们的点还没有做参考 那这里呢 我们把这里 这10个点都把它选取起来 好 这边要做 不然它是没有把点也参考进去了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运用到这个点的 选完之后 我们直接按打勾 那基本上呢 我们上面跟下面的草图呢 就是一模一样的 我把它按结束草图 好 那做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基准面把它隐藏起来 接下来就是一个关键呢 我们要画出3D草图的曲线 那我们进入3D草图 那这边如果不知道怎么进入呢 你从草图的这边把它打开来 就一个3D草图 进来之后呢 我们选择的是不规则曲线 然后这边呢 先给各位知道一下 我们要第一次往上选 第二次往下选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有10个点嘛 所以我们有5个点在上 5个点在下 那我们要一次下去做选择 那这样子呢 我们做出来的曲线才会比较平滑 那这边可能需要一点 三维的空间概念 那这边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困难 那这边 留给各位去尝试 那这里我建议从这个点开始 你可能会比较清楚 因为我们刚也是从这个点开始画的 那这样子就是 上下上下这样把它点选出来 那我就直接做示范 各位会更清楚一点 像这样子 上下上下的把它选举起来 如果你在选的过程 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看的话 你可以转个角度 像这样子转个角度 你会更清楚的 记得这条线呢 你要一条线到底 不要分段 分段的话 它的曲率就会改变 这样子 那我们画完之后 我们确定一下 它就是这个形式 那这里就是我们等一下波浪华师 会呈现的一个形状 那这里基本上 我们做到这里呢 结束草图 那各位呢 就先做到这里咯 因为等一下我们就会 运用这些草图呢 把它绘制出来 而且大致上都是一样的 那这边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咯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少数画法 那这里少数画法呢 我们刚所绘制的 这两个圆呢 就不会用到 那这里我们选取起来把它隐藏 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一样进入 建立基准面的地方 那我们选择了这个曲线 跟其中一个点 选完之后按确定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垂直于 这一条曲线的一个基准面 那我们就进入草图 好 进来之后呢 我们直接在这里 画出了一个矩形 往内画进来 那这里呢 我先随便举例一下 先给它一个尺寸 那这里呢 就是我们要标注出它的半径 因为那这边我们是标注的是厚度 那这边就是看各位要怎么去把它计算出来 以及说它这个波浪状呢 它整个是厚度是多少 刚刚这边是宽度 那这里呢 我假设是给它0.3 那做完之后呢 就是一个断面 那我把它结束草图 然后做扫出填料的动作 那有了断面以及路径呢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那我们选择了我们刚所做的这一条曲线 那这样子大致上就把它完成了 非常的轻松 像这样子给各位看一下 那我转个角度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波浪华师给它画出来了 非常的轻松 那各位就去尝试一下 那这里你可以去量测一下内外镜 外镜我们刚刚有设定的 那内镜这里呢 有一个小缺点你然后去把它计算出来 那这边都让大家去尝试一下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变形的画法 那这个画法呢 会稍微有一点困难一点 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一样是运用了这个3D草图 这个曲线呢把它做出来的 那首先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平面 那进入草图之后呢 我点选这个草图 然后我把这个地方呢 参考图源 然后再用偏移图源呢 这边我让它偏移2.5 然后选择了这个外边 然后往内偏移 我要做出的是它的内镜 那这里直接做生长的填料 那生长填料的时候要给它一个厚度 那我给它这个方向往下生长0.3 做完之后呢 那再来我们就要进入的变形的指令 我们从特征的上方列这里 会看到一个变形的一个图示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里的话 我们要怎么进入呢 我们从上方列的工具打开的制定 制定里面呢 我们点选指令 指令里面有特征 特征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变形的图示 那我们点选的左键往上拉动 我们就可以新增 新增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变形指令这个图示 然后我们点选变形指令的图示呢 进入指令的画面 我们选择曲线对曲线 第一个我们要选择的是歧视曲线 歧视曲线呢 我们要选哪里呢 我们要选这个地方呢 的最底下这个边 拉近一点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选择的是最底下这个边线 再来呢 是它的目标曲线 目标曲线的话 就是我们刚用3D草图所绘制出来的这条曲线 直接把它选择起来 选完之后呢 基本上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那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条线 我们把它拉动一下 把它拉到接近垂直的地方 来看一下 这里有时候你按打勾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没有办法做出来的 像这样子它说它是一个交错的曲线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看到这里有箭头 拉近一点 我们点选这个箭头 它就会反转过来 反转完之后我们再按一下打勾 我们看一下它会不会完成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刚这个箭头的地方 要把它顶选一下 这样子呢 它才会做出来 那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会卡在这个指令 就是这个地方要去做一个设定的 那这样子我们一样可以画出这个波浪滑尸 那这边让各位去尝试一下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曲面的画法 那曲面的画法呢 是里面最简单的 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进入曲面的指令列 那这里如果不知道要怎么把它开启了呢 我们可以把滑鼠移到这个地方 按下右键 那这里呢 我们会看到一个曲面 那曲面你把它打开之后 它会显示指令列 或者是说我们从工具里面呢 我们进入制定 制定进来之后 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一个曲面的标签 那标签呢 它是预设是没有显示的 那你就在这个地方 按下右键的显示标签 你把它显示出来呢 基本上它就会新增出来 那我们按下取消或确定呢 就OK了 那我们就会看到 曲面的这个指令列 那这里呢 我们点选这个3D槽图 我们刚一开始所绘制出来的这条曲线 点选完之后呢 我们从上方列这里看到有一个填补曲面 我们把它点下去 点完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这里预设呢 就把这个面呢 给它填补起来 那建议各位 把这个修正的边线呢 一样给它打勾 那做完之后呢 直接按打勾 它就会做出这个曲面出来 那做完之后呢 基本上 我们做的曲面建模呢 它是没有厚度的 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把它 变成一个波浪华斯的一个实体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那这边呢 我先把草图隐藏起来 好 各位比较清楚一点 隐藏完之后呢 我一样在这个上基准面呢 我进入草图 画出一个圆 这里我要做出的是波浪华斯的内镜 那这边假设我给它的内镜是20 做完之后呢 我们结束草图 然后来看一下曲面指令上面 我们会看到有一个是修剪曲面 我把它点进去 那预设呢 那预设呢 我们选择了刚刚这个草图 然后是移除的选择 那移除的呢 就是中间这个地方 然后按下打勾 它就会把它移除掉 移除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波浪华斯的形状 但是它是没有厚度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加厚的地方 把它点选下去 然后加厚的呢 我们选择了这个曲面 那这里呢 给它的是两边加厚 那这里呢 假设是0.3的话 我两边加厚就要除以2 就是0.15 那这样子呢 它就会做出这个波浪华斯的一个实体 那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蛮轻松 就可以把它建立出来的 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是 要怎么运用数学式来连结呢 那这里呢 我们在运用数学式之前呢 我们要先把这个波浪华斯呢 它的3D给它建立出来 那这边会比较建议使用 曲面建模的一个画法 那曲面建模因为它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我们在设定数学式也会相对轻松一点 那这里我们要怎么设定呢 首先我们进入数学关系式 那这边你如果对于数学关系式 比较不熟悉的人 你可以到数学关系式的入门篇 我会建议各位先学习入门篇 你才知道说 我们该怎么去设定它 那这里最主要只有4个整理变数而已 第一个是D1 D1的意思就是外进 然后第二 第二就是内进 H就是波浪华斯它波浪状的高度 以及T就是它的厚度 那设定完之后 这里我先给它一个预设的值 就是我刚刚草图所给它尺寸的值 先设定完 按下确定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逐一的去 把这些尺寸呢 连结数学式 那一开始D1呢 我们是标注在这个草图 那我们进入这个草图呢 把这个尺寸点圈两下 然后给它等于D1 连结完之后我们按打勾 基本上它就会连结了这个数学式 再来是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这个3的地方呢 我们一样点圈两下 给它等于H 是高度 连结完一样按打勾 再来呢 是内进的地方 那内进是我们修剪曲面这里 一样点圈两下 给它D2 就是内进 一样按打勾 连结数学式 最后一个是厚度 那这个是加厚 加厚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设定0.15 所以它是两边加厚 所以我们给它的是一个数学关系式 就是T除以2 记得这个T呢 要打上双赢号 这样子它才会去运算这个数学式 我们看到蓝色的才是正确的 按打勾 按完之后它就连结了数学式 那我们再回到数学关系式这个设定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草图 就被我们连结了数学式 那它也会显示了这个预估的值 那基本上就完成了这里 那各位先做到这里了 等一下我们来试一下 更改参数的时候 它会不会跟着变动呢 那我们就去看下去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示范的是更改参数 来变更波浪华氏的尺寸 那这里呢 我们先前呢 先做了数学式的连结 那你如果这边还没有做的人呢 要到上一个单元 你要先连结完 我们才可以做这个动作 那这里我们就直接来改了 那这边假设我的外镜要给它改成40 然后内镜呢 假设是35 高度 一样 假设一样3不变 厚度呢 让它厚一点点 变成0.5 我们按下确定之后 这边就会做连动 那我们按确定 它就会连结着我们的3D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很明显的 它已经被做更动了 那这边呢 那我们再来改一次 假设我把H呢 改高一点 这样会更明显一点 我把它改H等于6 然后内镜呢 小一点 25 外镜 再大一点点 45 厚度呢 我给它大一点 用1T 好 连结完之后 按确定 基本上 一样都可以做更动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当然 不然华氏可能 没有这样的尺寸 那这边是为了方便做更改 好 给各位看的 我们再改一次 让它再小一点 假设外镜是20 内镜是15 H 假设是2 然后这个T呢 好 给它一个0.3 好 假设0.2好了 薄一点 设定完之后 直接按确定 好 一样它也会连结的这个3D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就更真实了 更接近我们波浪华氏的一个尺寸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很方便 我们只要做一次之后呢 未来我们用更改参数的方式 就可以做出 各式各样的 波浪华氏的尺寸 好 那这里呢 就让大家去参考跟尝试 最后呢 来总结一下 关于波浪华氏片 好 那这边呢 我介绍了三种画法 好 那第一个是介绍的是少数画法 好 少数画法是比较直接 我们会想到的 好 那再来是一个变形画法 那变形画法呢 就类似有点像冲压模的样式 好 它就是被冲压出来的 好 用变形的方式 让它原本是一个平滑石 好 转变成一个波浪华氏 好 那最后呢 所介绍的是一个曲面的建模 好 那我们这三个画法呢 好 其实我会比较推荐的是曲面建模 好 那当然 好 这样介绍是有它的用意的 少数的画法呢 是我们 好 基本上 好 比较常见最直觉的 我们会想到用少数的 好 那再来用变形画法是因为呢 好 它跟制程是有类似的关系 那第三个 曲面画法呢 就有点跳脱这两个 好 虽然它画法比较简单 但是它相对抽象一点 好 所以还是会建议各位 好 先尝试一下少数画法 再来感觉一下变形的画法 最终呢 好 来学会曲面画法 这样子对于这个波浪华氏的学习 会更有帮助的 以及说 好 当你已经学会之后呢 也许呢 你比较想要的是 你需要的是建立一个五金零件 而且呢 它是参数式的 那这里呢 就会运用的数学式 也教导各位怎么去连结它 好 所以你如果未来呢 有别的尺寸的波浪华氏 好 你可能在设计上 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做绘制的 好 想要简单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运用更改参数的方式呢 好 这边一样提供给你 是相当方便的 好 那今天的教学呢 就到这边为止了 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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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